針對花蓮縣秀林鄉公所辦理 舒拉颱風災後搶修工程避案 鄉長許淑穎遭到50元交保後傳 由於原鄉地區災後重建經費 多半有中央撥款 中央的經費並未妥善 利有海傳輸官山勾結了避案 利為孔雲基在立法院痛批中央部會 並未做到經費集合以及監督的責任 中央的這個經費 補助這個三地鄉做重建 被這樣的貪污浪費 浪費公帑 然後重建的工程的品質也不好 這個都是人民的血汗錢 來幫助我們災機重建的 違反公務院最基本的清廉要求 那如果說真的有這個情況 你審計部有什麼做法 被說要的話應該是最有應得 可以防渡這個官商勾結 可以防渡這個貪污弊端 審計部應該有做法 有 這幾年事實上 我們部裡面對地方政府這種緊急災害 然後他這個濫用這種限速性招標 我們採取很這個強力的一些介入 那麼來做一些道德歉解 然後來請工程會 那麼來限制這些限速性招標 審計部表示一切依法處理 工程會也會在12月開始到明年4月期間 會同相關的機關加強地方工程的訪查 行政員民會則表示每個月都有聯繫 匯報針對工程的品質去做核查 每一個月裡面都有一個聯繫匯報 另外還有是工程查核裡面 我們我們也是市長是 市長是對我們的工程裡面的工程品質 也是有人去查核 我想這個委員在我們會裡面 是有這樣去執行 由於南投縣縣長仁愛鄉 新竹豐鄉的鄉長街 曾經因為涉嫌收受回扣 但中央部會強調 對地方的工程都有定期核查 但弊案依舊發生 若中央部會未能仔細檢討 不僅無法嚇阻貪污的事件 一再發生 人民的血汗前已將因此流失 記者彈利夫賽立法院採訪報導